這是行政法第一堂課 有一些新同學加入 所以我們還是稍微 簡單的做一些說明 那個 關於上課的講義 其實跟憲法的考量 是一樣的 不是故意不發給你們講義 是因為以往的經驗 發講義不是很妙 所以也不是 要A打壓的錢 已經回饋到你們的 補習費用了 所以 所以我們上課沒有發講義 然後 至於你要用什麼教材 我沒有意見 我說我上課都是在講 行政法的基本概念 你用什麼教材照道講都是一樣的 你要拿教科書來上課 也沒有關係 不過你如果要拿一些 教科書什麼等等來上課 你手邊記得你一定要有考題 至少你要有國考的題目 我們講到題目的時候 你才有題目可以參考 你要拿其他的考試用書 也都沒有意見 那如果你覺得上我的課 比較適合用我的書 那你要用哪個書呢 因為現在有很多同學問 因為基本上有兩套 一套是解題的書 那一套是 比較完整的行政法概念的書 那整個課會照一個 比較完整的行政法概念來上 那你說 那為什麼之前說要用那兩本解題的 就是來來回回 有一些時間差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 你們會來報單科 應該比較絕大多數的人 是已經念過行政法 所以如果你對行政法已經有概念了 一個完整的行政法概念的書 你不一定會需要 但解題的書我覺得你應該是會需要 那解題的書就是 我到目前為止 我對整個行政法解題的基本想法 那就在那兩本解題的書裡面 所以如果你的概念都已經比較完整了 事實上那本解題書應該也夠了 那上課你就是跟著我講的內容來走就行了 那那本解題書唯一的問題就是 它沒有行政書法行修法的部分 但我覺得影響也不是太大 因為行修法的部分 主要是行政法院層次的改變 然後關於簡易時間跟交通訴訟 那這東西向來都不是我們行政法實例題的重點 所以大概對於解題書其實著重在實例解題的部分 所以對那兩本解題書的影響也不是太大 那如果你之前已經先買那個解題書了 你也不要擔心 行政訴訟的地方我們就是 在講到那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新修法修了些什麼東西 那你就自己稍微填補一下 就可以了 那至於如果你是行政法很陌生 比如說雖然唸過但很像就是沒唸過 那可能那兩本就是比較完整的概念書 或許也就需要 那威英說過再強調一遍 你也可以拿別的完整的概念書也沒有問題 這是不衝突的 因為講的基本概念都是相通的 那或許你拿了別的考試用書 你還可以發現它寫了哪個地方呢 有一些問題或許你也可以 借此矯正一下 或許 那或許你也可以質疑我講的東西 是有問題的 可能也有幫助 反正你重點是跟著課堂上走 那 一樣呢 我們預計是26堂完成行政法科 那你不要擔心說 為什麼別的老師上那麼多堂 你只上26堂 我說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我們課程內容絕對會比其他老師多 當然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我就沒有版書 所以沒有版書呢 所以我都在講 所以你看大家在講說 他跟你講說介紹 什麼叫做公權力行政跟實行行政 他會說公權力行政 寫完完大概已經又講了 大概10句左右了 所以呢 不要太擔心 雖然只有26堂課 但課程內容絕對不會比別人少 那你唯一的負擔就是 你腦袋可能休息的機會比較少 你沒辦法趁我寫版書的時候休息 所以可能要請你呢 稍微集中精神 但相對的我也沒有時間 我也沒有辦法利用版書的時間休息 所以大家互相忍耐配合一下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 達到最大的行政法準備的效率 然後關於那本概念書跟那本概念書呢 我當初的想法 是因為我認為 整個行政法26堂課裡面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但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認為說 大概只有60%左右內容 是考試會常考 那大概有40%的內容呢 是考試很罕見的 那你說那我們可不可以只上16堂課 也不是這樣講的 就是40%很少見 但是40%的部分不太常見 但是你運氣不好 你有可能就會遇到 那所以上還是得要上 上過的好處是 會讓你有印象 那你看到那40%的題目呢 你不至於驚慌失措到找不到整點 那你有印象你就會有最起碼的分數 那只是確定你可以有起碼的分數 那你有可能那一年完全遇不到40%的題目 所以我們如果以前那種考試 比如說行政法一顆單獨成一顆的 那有四題來看好了 那頂多那一年真的出現了 有一個40%大概就是那一題 那就算你當作那一題沒考 就是你沒寫 你完全沒寫 你還有另外三題的分數 那我的想法就是 你把那60%常考的 弄到很熟悉 那60%常考的弄到很熟悉呢 你可以拿到那60%的80%的分數 你那個分數就已經會很高了 大概就是以往大概60分左右的分數 以往那種60分左右的分數你會滿足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了 就是不要那麼為難自己 不要想說以100分為目標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那我個人覺得 這是一種比較輕鬆準備行政法的方式 要不然坦白說行政法的範圍實在太雜太廣了 你如果真的抱著要準備100分的態度去準備行政法 你只是在為難你自己 那我建議你不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會把很大的重點呢 集中在那60% 我覺得重要的部分 就是很常考的部分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來跟你做說明 所以那兩本解題書 大概也就集中在60%的部分 來做詳細的解題說明 那40%的部分呢 你們就是跟著我上課來走 你上課聽懂了 考試就夠用了 你不需要再多的 因為那一個可能會出現的議題 或可能不會出現的議題 你只要有憑音上 可以懷疑到一些基本的分數 我覺得就夠了 不要花太多時間 因為在做莫正在40%的部分 因為那不符合投資報酬率 你寧願你把那些時間拿去念別科 比如說你這樣念憲法 但你上過憲法其實也不需要 這大概是我的想法 那在這個想法之下呢 這是個比較準備行政法 相對可以比較輕鬆的一種方式 那行政法呢 是一個很可怕的科目 從我不太喜歡教 就知道它可怕了 那我不太喜歡教實在是它拖的時間太長了 我有一些限定上的限制 就是你們大概一切把上到現在 你會發現後幾堂課 那個我聲音斷掉的機會 慢慢慢慢越來越大 我聲音承受度會有一定的期限 所以慢慢慢慢就是 隨著課堂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就是延續越長的時候呢 可能火龍會慢慢慢慢出狀況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上行政法 但大概一年就是一輪 所以大家算是有緣分的一輪 而它太多太雜了 以至於呢 一般的考生在準備的時候呢 你會根本就無從下手的感覺 或者你唸過了好像沒唸過 這都是正常的 這不是你的錯 這應該是那些寫教科書老師們的錯 他們沒有想到一些比較簡便的方式 讓你們理解喔 那我也不覺得那是錯啦 因為教科書它有差 教科書論述的格式 準備考試有準備考試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的建議呢 你們反正就已經早前來上課喔 反正我說什麼你就聽什麼 你現在就是要完全信任我的角度呢 來勝任上課 我上課呢 有跟你們強調的呢 你就把它記在心裡面 那我沒有特別講的呢 你就不要管它了 當然會有很多的內容呢 是我們上課沒有辦法講到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喔 因為我說過它太雜太廣 那那些東西呢 你如果真的行有餘力呢 你願意去看呢 當然是很好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呢 你不要自己再去擔心說 啊我沒有講到的部分呢 到底考試會不會出現 然後自己弄得緊張兮兮的 沒有必要做這件事情喔 我已經說過了 只要是我上課沒講到的 考試要出現的機會很低很低喔 如果真的外不一出現了 大概九成以上的同學也是寫不出來 你就當作那一題沒空 因為對大家來講是一樣的事情 那以後 那我上行政法的方式呢 也跟你們一般比較熟悉的 其他老師上課方式不太一樣 我以為我有一套自己的順序跟架構 那在上課之前呢 要跟你們先簡單交代一下 我的想法 那我們整個上課的一開始呢 我們當然要先解決到 行政法序論的部分 你事實上每一個科目呢 都有所謂序論的部分喔 那序論的部分呢 簡單來講就是先跟你講 我們的行政法總論 因為我們考試考進行政法總論 我們行政法總論呢 到底要處理些什麼東西 那你大概對於行政法總論 要學些什麼東西 有概念了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把行政法 分成六大區塊來給你做介紹 這六大區塊跟別人的六大區塊呢 不太一樣 這六大區塊呢 是我覺得各個區塊呢 有自己一個屬於自己的解題架構 所以我把它分成六個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說 它是六大解題架構的學習方法 那這個解題架構的好處是 當你發現是屬於這個區塊的問題 你造成那個解題架構 你就一定可以找到整點 這是幫你應付考試 比較簡便的方法 那六個解題架構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想法 我會把它分成非裁法性的行政處分的解題架構 那它的目的是因為呢 它會連結行政程序法的整點 那在行政程序法整點 因為行政程序法整點的設計 我幫你整理好它一個解題的思考架構 所以你會靠著那個架構呢 可以找到考試要考你的所有整點 那我們到那個地方 會跟你詳細的做介紹 那還有一塊是裁法性的行政處分 它為什麼是獨立一個解題架構呢 是因為它連結到行政法法的整點 那關於我們行政法法上的整點設計呢 我也會給你一個解題的架構 然後靠著這些解題架構呢 你可以找到所有案例要靠你行政法的整點 行政法法的一個整點 那再來一個是關於行政執行行為的解題架構 那它特別的原因是 它自己是一個獨立架構的原因 是因為它連結行政執行法的整點 一樣的道理 在那個地方 我會給你一個行政執行的解題架構 你靠著那個解題架構可以找到所有的整點 那再一塊就是關於行政征送的解題架構 損失補償的解題架構 它會連接特別犧牲判準的解題架構 所以會是這六個不同的架構 是因為它們各自 就是實力設計的時候 各自會產生 就是你找真點的那個思考的流程呢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行政法裡面呢 我現在的體認就是呢 沒有一個一貫的解題架構可以從頭用到尾的 原因是因為不同性質的行政行為 面臨的行政法的合法性控制 就不一樣 那因為不一樣呢 所以沒有一套一個說我設計好一個解題架構呢 是所有的類型的行政行為 都可以一體適用的 沒有 那我只能找到那個最大的恐約數 就是找到以後區分的六種解題架構 它可以分別對應六種不同 真點的一個連結 那到後來就是到各個部分各部分學習的時候呢 你們會了解 你們會了解到那個整個解題架構的一個作用在哪邊 我們後面會詳細來談這件事情 那這六種解題架構完以後呢 你大概一定會發現說 好像有一部分你沒講到耶 關於行政組織公務公務員這部分怎麼辦 這部分呢 實例題呢通常比較少 比較少 那如果真的有 大概都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問題 比如像特別權利關係 那個其實是連結到 比如說是不是行政處分 可不可以提起行政徵送 你可能會在行政處分 在行政徵送那個地方呢就解決了 因為比如像公務會引起的相關問題 比如說你可不可以 你有沒有權利使用這個公務 其實也跟行政法律關係 在行政處分上形成的 7月上形成的 其實是會有關係 所以整個行政組織公務 公務員法上 如果是實例題的話 它其實都可以跟剛剛講的六個解題架構做連結 它不需要自己一個獨立的解題架構 那至於其他部分 大概都是非實例的生論題喔 所以不用擔心六個解題架構呢 應付這種考試呢 是綽綽有餘 所以你接下來呢 進入各部分學習的時候呢 你應該相對可以輕鬆許多 那你們以後呢 我的建議是呢 你就把那解題架構呢 這個解題架構呢 都整理出來以後 你就是放在手邊 你看實例題的時候呢 你就對照 你只要看著題目 對著那個解題架構 那個題目的真點就會一個一個出來 我們整個課 整個26樣課 就是帶你不斷的做這件事情 其實跟憲法是一樣的喔 總而言之呢 就是帶你解到會為止 所以你以後就不會有那種 看到那個實例題 你完全不知道考你什麼的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喔 那這是為了國家考試呢 特別設計的這種課程 希望能夠幫你們呢 減輕準備行政法上的負擔 那我們就要來開始跟你簡單介紹一下 行政法總任到底在幹嘛